很爱笑 战哥 其实王一博也挺爱笑的 冷漠只是他虚伪的外壳 啊不是 虚伪的外壳 虚 尖调 只是他用来保 对 冷漠只是他用来保护自己的一个 没有啊 我就是很慢热而已 就是我们第一天就认收嘛 对吧 因为我们俩都那种 不是自来手 就是那种 陌生人就需要一个时间 然后那个 肖战和王一博在今年的暑期当可以说又给大伙了一把 由于两人当年主演的仙侠剧从刚开播时的历史最低分 再到收官时突如其来的翻盘 拿下年度最高分的成绩真的是很不错了 但粉丝看到他的表情时 纷纷调侃到俩人太可爱了 大伙也应该都知道 肖战和王一博都是90后的年轻演员 虽然出道不久 但是他们的演技还是很不错的 而有了解过肖战跟王一博的话 想必也都知道王一博比肖战小了六岁 而且当时在陈情令的剧组中 王一博可以说是剧组里年龄最小的一位了 于是在一次肖战和王一博拍摄结束后遇到记者的采访时 当时肖战一不留神就说 王老师一个97年的小朋友都能演得这么好 真的很棒了 谁料王一博听后不开心了 立刻转头盯着肖战 假装凶狠地说道 不要再说我是小朋友 这是有谁注意肖战的反应 实在太可爱了 只见肖战赶紧妥协改口了 怪不得网上都在传说肖战在剧里是团妻对象 本来还不怎么相信 当看到这个视频后 还真的是无意了呀 也不少网友看到这一幕后 纷纷都表示实在太宠溺了 看来肖战和王一博不仅仅在剧中相爱相杀 在私底下也都一样成为了非常要好的朋友 有时候还会相约打打游戏什么的 而这次的采访后面王一博竟凶起肖战 你要好好照顾我 而接下来有谁注意一旁王一博的神回复 众多网友表示简直是一年的笑点 只见他面无表情的回荡 我连我自己都照顾不好 不得说 现场看着这两个人的互对也是相当搞笑了 对此不知屏幕前的小伙伴们 你们对于王一博凶肖战要不要照顾 依说是如何看待的呢 是否支持这两位明星呢 欢迎在下方的留言区发表你的想法哦 有啊 我就让他好好照顾一下 自己都照顾不好 哇哦 哦